豆腐芝士蛋糕 Hello 大家好 芬芬小煮意又和大家見面 今天想分享豆腐芝士蛋糕 首先看看我們的材料 Cream Cheese 180g 淡忌廉 200g 豆腐花 300g 牛奶或豆漿 40g 砂糖 35g 另外需要3塊魚膠片 1茶匙檸檬汁 1茶匙檸檬汁 1 部份賣牛奶香油 2 好 pouco 做饼底 看饼底的名料制法 首先是處理魚膠片 用適量的冰水 将魚膠片 一開而剪開 逐塊把一泡軟 浸軟 浸熱水 大家都很熟悉 借助打蛋器 先處理 先用忌廉 打至七成左右 站起身 就可以處理Cream Cheese 很滑 已經擦得多了 這些魚膠片 把它拿乾水分 這個是熱水 把它放進去 慢慢等它作溶 將Cream Cheese打軟 放在室溫中 起碼半小時 就會容易處理 在這個時間可以加砂糖 慢慢將砂糖和Cream Cheese混和 砂糖已經和Cream Cheese混和了 可以加入牛奶 如果想蛋糕更糾微重 可以加豆漿也可以 加大約1茶匙 用奶香油 檸檬汁 拌勻 要放一點耐性 讓它慢慢打至沒有粒粒為止 在這個時間可以加入豆腐花 盡量不要加到水分 用打蛋器慢速 把豆腐花和Cream Cheese混和 混合 拌勻 是不是很滑呢 加入淡忌廉 加入蛋糕 拌勻 處理好蛋糕的漿 之後 可以加入魚膠溶液 略為加入豆腐芝士漿 拌勻 等它倒進去 容易拌勻 不會起一塊塊 然後 可以加入豆腐芝士漿 拌勻 拌勻 就可以拿出餅底 加進去 大家最重要是不要緊 那些粒粒 豆腐芝士蛋糕就會很滑 我們預備好這個六串餅底 我們加入餡料 把豆腐芝士蛋糕倒進去 我們倒進去 六串餅底 就剛剛好 跟著 我們燉一燉 把空氣燉出來 裡面的蛋糕 就會更加滑 這些煲煲型的空氣 就是這樣燉出來的 我們將它放進冰箱 4個小時後 就可以享用豆腐芝士蛋糕了 所以大家卡住 你 coûths 雖然 這是 你 Wag俏 就是 在 雖然 你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